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门口站着十多人 一名身着天蓝色长衫的男子 脸色阴沉的带头走路进来 长发零散的飘于身后 浑身透着一股阴冷之气 修为直达五尊 男子身后跟着两名年纪稍长的老者不怒自威 隐隐当中透出的那股无形气息 不在那为首男子之下 其余十来人则要差上一大截 但也拒是五皇强者 各个身上气势逼人 并且各个透着一股邪气 一进门来 目光就齐刷刷的落在梅冬儿的身上 似乎恶狼见到了肉一般 看得梅冬儿浑身发毛 惊恐的往李云霄的身上靠去 这才微微的感觉到了暖意 其中一名五皇巅峰的舞者 手里抱着先前死去的王达 脸色阴沉的跟着那蓝色长衫公子的身后 缓缓的单膝跪下 将王达的尸体小心翼翼的放在地上 可是这几个人 长衫男子轻声的说道 语气当中不带任何情感 听得所有人心中泛起了冷夜 是 这是他们 先前走调的三名舞者竟然吓得扑通一下 跪了下来 其中一人 京剧的指着李云霄两人说道 先是那女子一掌 然后这个男子一脚 大公子就死了 我们救都救不及 三个人指正后 全都低下头 身体多数的厉害 常山男子吟声道 我弟乃是七秀镜的武皇 竟然被两名武宗打死 你们四人也都是武皇境界 竟然说救不及 他看了一眼厨房门口的那具尸体 不仅如此 还死了一人 像你们这种渣渣 留着还有何用 饶命 饶命 郑公子饶命呢 我们三人已经是尽力了 三个人哭喊着求饶 不断的磕头 喷喷喷的将地面磕碎 鲜血染红了额头 却无法化解王震冰冷的脸色 尽力了 那为何死的是我弟弟 而不是你们三个垃圾 好了 你们指认的最后使命已经完成了 就算是你们尽力了吧 三个人一呆 立即看到王震一袖灰起 惊恐的要争相逃去 却是脑海中意识瞬间失去 直接先后倒下 全部死绝 冰冷的气息在酒楼内散开 魁婆婆也是脸露惊恐之色 忍不住的往后退了几步 梅东尔金具的贴在李云霄身上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驱走那股寒气 抓着李云霄的衣袖的手捏得更紧了 真残忍 连自己人也杀 李云霄笑道 这就叫水浅王八多 妙小 妖风大 越是古怪的门派 越是丑人多作怪 越是没什么本事 妙玄宗在北域民气极大 现在看来也不过二 言过其实了 大胆 先前抱着王达进来的那名武皇巅峰强者怒吓一声 指着三人喝道 难怪敢杀害我家达公子 原来你们梅家竟然不把我妙玄宗放在眼里 他脸上的怒涩突然间转为宁笑 黑黑的说道 听闻梅家的家主九姨那是女中豪杰 巾巾不让须眉 我们妙玄宗的男子都很想体验体验啊 他的这话立即让身后的所有舞者大笑起来 各个脸上都是淫秽和放荡之色 就连王震冰冷的脸色也稍有好转 轻笑道 九姨年轻的时候可是绝代美人 我叔父几次动过心思 也不知道弄到手了没有 王震不才很想完成叔父之汉事 魁婆婆惊道 郑公子 人是他们两个杀的 与我们梅家无关 魁婆婆越发的觉得内心冰冷 在王震那冰寒入骨的气势下 甚至都不敢正面面对 人是在你们梅家九楼死的 怎么会无关呢 王震开口道 他自顾自的倒了一杯酒水 一口饮尽之后 在手里捏成了粉末 慢慢的撒在桌子上 目光冰冷的盯着前方 似乎李云霄等三人 还不配他用眼神看 只不过是关系的多少而已 但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不论关系多少 只要有关 那就得死 坏人 请你们低点口德 我梅家虽然不是什么大门大派 但在天舞界也算是一方势力 酒仪领袖梅家 岂容你们这般口无遮拦的辱骂 梅东尔气急 但他不会骂人 只知道喊坏人 气得满脸通红 却更加令对方处于闲雨滴 一个个眼冒绿光 坏人 等会儿你就会说我们公子是良人了 那名武皇巅峰的存在大笑起来 目光落在三个人身上 宁笑道 现在 先把杀害达公子的凶手和这丑老太婆给杀了 以免碍眼 葵婆婆吸了一口冷气 惊骇地后退束步 才惊恐道 郑公子 令地之死真的是大出意料 不如我替你将这两人拿下 还请郑公子看在我家九姨的份上 饶我一命 王振道 你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就会怕死呢 我弟弟才三十来岁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你能随他一道去 也不枉此生啊 葵婆婆脸上痘大的冷汗躺了下来 突然间惊怒一声地举起手中的拐杖 就朝着眉东尔劈去 暴怒地撕声吼道 都怪你这个贱人连累了我 他在王振的气势之下 竟然连反抗之意都生不起 将怒火卸在了梅东尔身上 李云霄无语地摇了摇头 轻轻踏出一步 一拳就打了出去 以肉身之力轰在那拐杖上 竟然将葵婆婆震退了数步 在他惊骇的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李云霄走出一步 就奇异地来到葵婆婆的身前 一把抓起他 就当成兵器 朝着王振扔了过去 哼 敢亵渎我家公子 你这是找死 那名武皇巅峰的强者 一直冷冷地看着他们动手 此刻更是冷哼一声 一脚迎面踏了出来 地面随之震动 整个侵蚀地板彻底碎成了粉末 他冷冷的目光盯着李云霄 甚至都没有看葵婆婆一下 就直接一掌毫不留情地拍了出去 葵婆婆在空中惨叫一声 吐出一大口血来 同时身上浮现出一道战甲之光 随即破碎 但也替他挡下了大部分的攻击 远远地摔在地上惨叫不已 口中连连道 不要杀我 郑公子 不要杀我 那名强者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不满之色 显然是对自己一掌 没能拍死葵婆婆 感到极度不舒服 抬起右臂 想要再次出手攻击 冬儿 我们走 就在这个时候 李云霄露出了蓝伞之色 不愿和这些人纠缠下去 拉着梅冬儿的手就要离开 那名强者怒哼一声 准备批葵婆婆的掌势 立即改变了方向 朝两人斩来 空间好似被批了一刀似的 化成两半 浮现出道道黑纹 找死啊 李云霄目光一寒 右手一推将梅冬儿震开 整个人四周空间一弯 就留下一道残影 消失在原地 那名强者 大害之下 猛然发现身前多了一人 正一掌拍向他的胸口 一股恐怖的力量 如山岳般压了下来 胸口仿若堵了一块大石头 那强者大惊 但已经躲避不及 匆忙之下 同样一掌拍了过去 轰 两掌撞击之下 那强者震的手臂发麻 连连退到了王震身后 惊恐不已 移行换位 不对不对 不可能 王震瞳孔皱缩 露出凝重之色来 目光终于从虚无当中转了过来 沉声说道 武宗修为 竟然可以正退我的武皇巅峰的手下 还有那神奇的步伐 似乎有点来头 难怪敢杀我弟弟 我弟弟胸口那致命的一脚 就是你踢的吧 不过 就算你来头再如何大 也必须给我弟弟陪葬 他哼了一声 身体飘然而起 一拳就轰了过来 拳风当中夹带着领域之力 想要直接将李云霄镇压 李云霄冷笑一声 身影晃动之下 就往后退开 什么 领域无效 王震惊呼了一声 脸色立即沉了下来 那名被震退的武皇强者 惊怒连连 似乎感觉在少主面前丢脸了 暴怒道 此人岂配公子出手 让属下取他人头 来消公子之恨 他抢先一步 手中滑光一闪 一柄长剑就往李云霄的身上辞去 灌入了武皇巅峰的全部力量 剑锋痴痴长鸣 李云霄轻哼了一声 迎着剑锋而上 身体开始浮现出一层清光 手中光芒闪烁之下 幻化出北天寒星剑来 寒光照秋水 一剑扫出 立即将酒楼中那阴冷之气荡开 浩浩然如江河奔腾涌动 砰 两剑相交 震出火花 那武皇巅峰的宝剑长啸之声 立指剑盲急剧暗淡下去 而且距离通过剑身船上去 那武皇的右手瞬间发麻 几乎失去了知觉 怎么会这样 他惊骇的大吼一声 怒道 这小子有古怪 大家一起 他武皇巅峰 竟然被对方武宗的力量压制 简直是匪夷所思 难道 对方故意压制了修为 一定是这样的 他也顾不得面子了 大吼一声 让众人一起上 十多名武皇 除非对方是武尊存在 否则 怎么着 也要被烘成肉泥 好小子 竟然顽固不化 今天就让你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别以为 我庙玄宗只知道玩女人 对于俊美的男子 也有一套手段呢 大家别和我抢 等制服了这小子 在杀他之前 大爷要好好的爽一下 十多人哄笑着冲了上去 虽然李云霄和武皇巅峰 战得不落下风 但身上并没有什么气势 看上去人畜无害 挺好欺负的样子 而且仗着人多 还有两名武尊在后面坐镇 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边骂边出手 好吗 好吗